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会说大人的话的话 会画画 会表达的话 那他一定就是毕加嫂 他一定就是莫扎特 他一定就是兰博 这些人为什么有创造力 要我说一句简单的话 就是因为他们把婴儿的创造力 保存下来了 他们记得他们婴儿时期的 我能够记得 我只能记得我四五岁 我都记得童年的时候 所以我只能在这里讲课 我而是记得我三个月的时候 我可能就是莫扎特了 我就是毕加索了 但是我可以努力想 我现在从四岁往三岁进军了 就是说把人类原初的想法 把自己原初的想法 梦想 冲动 回忆起来 而且这个事儿 咱们今天这个课堂 是一个私密的小地方 咱们说悄悄话 这事儿不能跟别人说 这是我自己保留的这个圣地 千万不要轻易地告诉别人 除非是你的爱人 你亲近的人 你相信的人 否则的话 你轻易拿出来 人家会伤害你 有些人伤害你 他不是故意的 他是无意之间伤害你的 罗丹 大家知道雕塑家罗丹 写的这个遗嘱 写的他艺术家写了遗嘱 总共就写了一页 其中第一句话就是说 不要让那些你们良心 不能接受的批评 伤害了你们 就是说 这个批评要来自敌人都无所谓 就怕来自你的好朋友 你写的什么乱七八糟 都别写了 你应该务实一点 你应该按照这个 我们大多数人这个想法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自己也是 当然好朋友都是善意的 我写这个作品 我写了《烟村》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烟雾的烟》 《村落的村》 网上也有 我花了八年的时间 在这个长江边的古镇 收集了这些 就古镇的兴帅这些 我认为最好的 就中国长江边的 一些民歌啊民谣啊 人的悲欢离合呀 我写了以后 好朋友很好 善意的劝我说 哎呀 其实啊 你傻了 你应该写电视剧啊 你不比他们差啊 你要是你再努一下 你就可以写电视剧了 那当时我就心里就想 哎呀 这个有些话 只能藏在心里面 实际上是怎么意思呢 就是我要是写电视剧 我早就写了 我这个烟村就写不成了 你不能有这个思路 你自己啊 要面对你自己的 这个圣地的时候 你一定要严肃 你一定要认真 而且要小心地保护它 不要轻易地告诉人家 哎 我这有一个叫什么 Secret garden Secret garden 你谁都说了 人家上去给你踩两脚 那个小 这个很幼苗都被踩死 保存好 自己留着 不断地壮大 让它变成一个作品 这就是创作的秘密 我自己体会的创作的秘密 好 我们从实际的 这个角度来讲 那么这个 这个种子不断地发芽 它从一个小小的一种感受 就像我刚才讲的 李斯说的 迷路由于朝野 就会引发出后人那么多的感触 父亲无与弱 欲父亲黄犬出菜上东门 竹脚兔岂可得乎 就这一句话 不知道被多少那些历经沧桑的人引用 就是说 哎呀 原来先辈这么了不起 写得好 我就觉得这种语言 我现在跟大家讲 这个创作的 这个种子发芽的这个过程 我给大家举例子来讲 我先举这个最希腊的人 最希腊的 我把希腊当这个形容材 最希腊的一个典型的一首短诗 叫炼歌 很短 他说 你怎么了 求求你 别出卖了咱俩 趁他没来 快起来吧 你闯下祸 我会吃苦 天亮了 你不见阳光 已照进窗户 没有了 这首诗 横空出世 没有姓名 没有场景 但是这一幕呢 屡屡发生 在人间屡屡发生 今天晚上 在北京 就一千个地方 在发生这一句话 那么 这个话 就不断地出现在 作品当 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 红与黑当中 那个德瑞娜先生 叹叹叹叹敲门了 余莲和德瑞娜夫人 藏在这个 他的卧室里 这是什么 这是 只有古希腊人 发现的 这种感受 这有什么好写的 人家 按我们中国人 古人的话 按我们传统的思维 这是见不得人的东西 古希腊人说 这有什么呀 这不就是一首练歌吗 他就把它当成 诗歌写下来了 这是凭着什么呀 他们天真呀 他们没有那么老臣持重呀 他们就觉得 这就是发生在人间的 一件事情嘛 所以 那些会创作的人 就收了这个种子 种到红与黑当中 长成了一个 长成了一个关键情节 我举着这个例子 就是这种最原初的这种感受啊 有时候不经意的 他在作品当中反复呈现 再比如说 萨福的有一首诗 非常典型的 萨福的有一首诗啊 叫做清流编 这首诗也是非常短 他说 凉爽清流编 续风疏疏 苹果枝头 绿叶片片 微微颤抖 卸下睡意 催人困倦 没有了 这些古希腊人啊 他到午后的时候啊 都 全世界的人 吃了午饭 都会犯困难 那么 午后的阳光下 这个人躺在 清流编 躺在苹果树下 怎么样呢 卸下 睡意催人困倦 就是风吹着苹果树的叶子 我躺在清流编 朦朦胧胧的 就入睡了 就这种感受 这种感受 后来在 十九世纪 末 一个伟大的 法国诗人叫马拉美 写了一首长诗 叫《牧神的午后》 就是写的这个感受 就写 牧神啊 在午后的阳光下 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睡着了以后呢 梦见了山林水泽的仙女 梦见了古希腊的仙女们 梦见了古希腊的森林原野 所以呢 他就有一种怀骨的情绪 非常明显的 就是这个种子的一个发芽 就是这种感受的一种 裂变 壮大 发展 然后呢 德彪熙又把马拉美的《牧神的午后》 扑曲 印象派的音乐的代表作 就是《牧神的午后》 《牧神的午后》的音乐 是从马拉美的《牧神的午后》 这首诗歌来的 而马拉美的《牧神的午后》 又是从萨福的这个清流边来的 就是人的这种细微的感受 童年的一个珍贵的想法 不要错过 所以我不是让大家写 你们那个对世界的第一印象 我对世界的第一印象 就是我梦见 也不是梦见 反正我闭上眼睛 我最初的那个印象 就是有六幢黄墙蓝瓦的小楼 然后前面有一条河 上面 河上长着很多 河叶开着荷花 有蜻蜓在上 在荷花上 有蜻蜓点水 后面有一座山 上面有很多枯草 一个高出路面的 有着台积的一段石头路 青石铺陈的路 就是我的出生地 南京古楼 大中兴村 就是那个地方 所以我因为老想着这个场景 我闭上眼睛就这个场景 后来我就写了一本书 叫大中庭 就是因为这个童年的记忆 挥之不去 所以我自己 可能我对人生的初次印象 是这样的 所以我可能一辈子 就是在思考寻找雇员 而我的这个雇员 可能是有一点唯美 又是贴近自然 可能我的命运 都是被这幅画面决定的 可是这是我内心深处的 真切的一个画面 那么这种原初的 这种真切的感受 我们不要忽略它 每个人的感受 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再举例子来讲 那么我们把这种感受啊 给它放宽一点看 小时候 大家都会 听到一些儿歌 是吧 民歌 我们看古希腊 有一个名歌 叫做燕子歌 就古希腊人在过节的时候 唱的 燕子歌是小孩啊 这个在每年春夏之交的时候 燕子归来的时候呢 这些孩子们呢 他们就要去各户人家 去送吉祥 就有点像我们春节 孩子去拜年 大人给红包这种感觉 他们去送祝福 然后每一家 大人就要给他们一点吃的 给点礼物 这个叫燕子歌 这是燕子飞回来的时候 孩子们去敲门唱的歌 说燕子来 燕子来 带来好季节 带来好年景 白胸膛 黑鸡背 你这妇人家 快做果子饼拿出来 外家一缸好酒 在家一篮乳酪 免得燕子糟蹋 你家的豆子和麦子 是让我们拿走 还是让我们拿上 是让我们走 还是让我们拿上 不给 我们可不宜 我们会拆门板 拆门没 抢走你屋里坐着的 那个女人 她小巧 带走也不难 你拿什么来 要拿大大的 给燕子开门快 给燕子开门快 我们不是老人 我们是小孩 这小孩不得了 上房接瓦 还要把女人带走 这个是古希腊人 小孩唱的歌 现在的古希腊 这个也正是这样 我前几年去过希腊 我去过一些国家 我去过最好的国家 就是希腊 其中有一个场景 我印象很深 让我想到燕子 大家知道在美国 21岁才能喝酒 这是法律 前两天一个朋友 高高兴兴地到美国 刚去第一天 在那个草坪上喝酒 就被警察把酒没收了 这是违法的 在公共场合下 不是在酒吧里面 在大厅广东之下 喝酒在美国是违法的 我那个时候做灰狗 也是带了一个打开的酒 我还没喝呢 就被那个司机 他可能是闻到香味了 就把我这个酒就收走了 肯定自己喝了 但是它是违法 美国是违法 我在希腊喝酒的时候 旁边那一桌 毛泽医保证 都是十来岁的孩子 十来岁的男孩女孩 梳着这个分头 就在那喝酒 喝的是带酒精的酒 没人管啊 不违法 中国也是这样啊 中国的孩子 你三岁喝酒 也不违法呀 顶多不太好吧 很自由 中国是个很自由的国家 就是这个希腊 他们就喝酒 所以希腊这个经济搞不上去 现在罢工啊什么的 可能跟这个也有关 这个酒神是不会做生意的 酒神冲动来了 管你的 我们要工作 我们要罢工了 他就有一种冲动 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 经济搞不好就散了 古希腊人是这样的 好 这个燕子哥啊 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我就告诉大家 学习啊 学到这种原初的东西啊 对一个人的启示 所以我前些年走长江的时候呢 我身上因为带着这种 古希腊以来的这种种子 我就埋在我心里面 我当时不知道 我心里面已经埋着这些种子 但是呢 我的行为 我所做的事情 回过头来让我意识到 原来我是有这些种子的 因为我到一个地方 我就会对这些民歌 特别感兴趣 我就收集这些民歌 这些民歌呢 从来没有在网上 在书上 在任何什么学术刊物上出现过 因为这些唱民歌的人告诉我说 我没有文化 他们觉得自己没文化 而那些有文化的人就觉得 这些都是没文化人的东西 就不跟他们去学 所以呢 我才知道这都是好东西 简而言之 我在长江边 就碰到那些拉船的 以前喊那个穿江耗子的 还有抬石头的人 唱的这些歌 可惜 当年的这个调子都失传了 但是呢 我把这些文字都记下来了 我随便跟大家念几句 因为这些东西写得很好 我记忆力不算好 可是我的记忆力有一个选择 就是好东西 我一下就记下来 我反复也记不下来的 那东西肯定不好 小小鱼儿 红了腮上河又在下河来 上河去把林枝采下河去吃土青苔 我觉得太优美了 这个长江边的这些人唱的这些歌 他们的这些名歌 好久没到这方来 这方凉水长青苔 拨开青苔喝凉水 拨开拨开又拢来 就是这个 就讲这个挑石头的人 清早起来把门开 一股凉风吹过来 这股凉风吹得乖 莫非情郎送信来 就是这样 就是他们天然的这种 这个儿歌 新开店子旺客来 老板娘子做招牌 招牌挂在大门外 山摇路远赶过来 就是这样 都没有味道 大家想想看 这些 当年人们在民间流传的 挑石头的人 这些跑船的人 他们累了的时候 唱的歌 所以这种民歌 我为什么会 关注这些 因为我读过燕子来 因为燕子来 是载入使策 慢慢地 我就形成了一种思维习惯 哦 原来 是这样的东西 是好东西 那么我就在 长江边 我也听说 有一个 我上次提到过 有个盲眼的艺人 已经去世了 风水先生会看地 我马上问 所有健在的老人 关于这个燕瞎子 这个人姓燕 关于这个燕瞎子的一切 这些人就告诉我 哦 这个盲眼的艺人 他讲了什么故事啊 他有什么经历啊 为什么我会这么关注呢 因为河马就是这样一个人 河马史诗当中 清楚地记录了 说人们正在举行宴会的时候 这时候来了一个使者 他天神剥夺了他的视觉 却给了他甜美的歌喉 他来到人们中间 人们就给他一些吃的 给他喝点酒 然后把琴放到他面前 他开始就播响了琴弦 唱响了历代英雄们的赞歌 哦 原来河马就是这样一个盲眼的诗人 因为盲人 各个民族的盲人 他们很显然 他们都是受苦最深的 是吧 一个盲人受到的苦难最深 因为他视觉失去了以后 他天生的触觉 心灵的感受 包括手指 都会格外的灵巧 别的方面的知觉都会格外的敏贵 所以各民族那些历尽苦难 心灵又特别敏感的人 又要靠 咱们说白了 他还要靠弹琴唱歌吃饭 否则要饿死了 这样的人 记录了民间故事 并且把他们自己的感受 说到了故事里 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民间的艺人 他们是民族文化的原始的创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